屠宰場員工拿水管潮牛脂強性灌水 長達四十秒時間 房間署獸醫從監視器中發現 這一幕緊急通報 八月十二號房間署駐點獸醫師 發現環南市場肉品業者中性牛肉店 為增加肉品重量 禁止使員工對牛脂活體灌水 接著送往桃園大型屠宰場 亞勝冷凍食品公司 根據平面知情人士透露 觀音頭牛能獲利一千六百元 以中性身為北部肉品最大供應商 年殺千頭來計算 不法獲利恐高達千萬 對此提供場地的亞勝公司 發聲明澄清 牛脂屠宰場單純提供場地 日前發現不法行徑 立即通報房間署 針對自家毛豬屠宰作業流程 一直以來遵循法規 與這次事件毫無關聯 但牛脂屠宰鹹灌水 仍面臨一案兩罰 方監署還是依徒宰作業準則 針對亞勝屠宰場採罰三萬 而行為人也就是屠宰工 移動保法開罰一點五萬元 若罪犯將會面臨刑責問題 全台十三個只有這一個 那其他屠宰場有沒有再去做一個釐清 一定都要 清查 一定都要 什麼時候做了 違反作業準則已經開罰了 那桃園市政府那些 我們會繼續追進度 方監署強調 事後以加強各屠宰場的抽檢頻率 針對黑名單亞勝 將隨時派員到場 而全台其他十二家屠宰場 除了獸醫註點 每天監視劑監看 房間署分署與總署 都會提高抽檢頻率 便每週兩次 希望能遏止灌水牛 再度流入市面 三零新聞張部位 羅佩玉台北採訪不到